最后我们再用颜色点上梅花的花苞 最后我们再把它收拾一下 我们再用颜色点上梅花苏 我们再用颜色点上梅花苏 其实上梅花基本上都是这样慢慢的一层一层叠集出来的 先画大干然后点花 点花之后再出小枝 小枝出完之后再点花 根据画面的需要细细再点 点完之后再画一些细枝 最后用重一点的颜色 然后添上一些梅花的花苞 提升一下整个画面的活泼度 这样的梅花显得比较热 这个芝和花 我感觉到画的这个地方基本上都算画完了 最后用淡一点的这个树 画面上 然后有些地方再充装一下 再充装一下 再充装一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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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